是 你 瞧瞧 你幫我上藥吧 我這是為你好 你想啊 若是別人發現我受傷了 你肯定受連累了 我這藥 消肿去於狠靈的 一塗就見效 你可想好了 真要我為你塗藥 活该 你就是这样装疯卖傻 用完事不公的嘴脸来保护自己的 你猜对了 其实我英明神武 满腹精力 怎么样 崇拜我吧 怎么说呢 如果人经常装傻 时间久了就会变成真的傻子 乔乔 女人呢 还是温柔可爱一点好 你怎么总是咄咄逼人呢 我已经很控制我自己了 那如果不控制呢 你可以试试看 我 恭迎太子殿下 皇上已经在大殿了 瞧瞧 来 我来扶你 不用了 太子殿下 我自己走 瞧瞧 你看我这眼睛是不是好多了呀 我就说这样很厉害 就是不一样 走 本太子带你去见见世面 走 太子 请 好好好 那你跟着我 瞧瞧 你们大魏就是这么欢迎 远道而来的客人的呀 这种花枝招展的香艳阵仗 跟太子你很相配 有美一人宛如青阳 谢后相遇 与子携藏 你看看他们 各个雍之俗粉 岂能与瞧瞧相媲美呀 太子 您的眼睛可刚刚好 走吧 大梁太子肖策 参见陛下 卑职 参见陛下 免礼 谢陛下 谢陛下 卑职 卑职 参见陛下 卑职受命 随行保护萧太子 没错 楚教头负责保护我 只不过 有一点不好 什么不好 楚教头把我伺候得太好了 日后若是没有他的释放 我会不习惯的 萧太子果然是风趣幽默 总不会是在这里流连忘返吧 萧策过得很好 在这儿 比在家过得好 那可不行啊 你父皇知道了 会找真的麻烦的 此次大魏和大梁和亲之事 朕很重视 方才太子禁殿也都看见了 那些华府女子呢 可都是达官贵人的千金 任你挑选 陛下 萧策的婚姻大事 还需我父皇做主 且此乃和亲 事关两国大计 萧策更不敢擅自做主 但萧策倒有个重义的人 想求陛下赐予萧策 做贴身侍卫 还望陛下成全 是谁啊 就是他 萧綦莹教头 楚桥 你干什么 要你啊 疯了不得 没有 你不是 我 你不得了我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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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然是你 见到副帅这个态度 宇文副帅 我让你走了吗 找茬吗 胆子好大和我这么讲话 你是记性不好吗 我好几次差点干掉你 跟你这样说话很稀奇吗 今时不同往日 派上了那个太子 你就不把我这个上司 放在眼里了是吗 一直没放在眼里 跟那个白痴没关系 我派上大梁太子你嫉妒啊 嫉妒你去找他呀 你长得也挺好看的 说不准他能看上你 你怎么要看上我 一辈子 你怎么看上我 一辈子 一辈子 灯水 你不得我 一辈子 我自己想看上我 一辈子 一辈子 兰儿很想再见她一面 可是 又怕她会说出了我的身份 会养起我的孩儿 骆河姐姐 你的恩情 兰儿莫持难忘 可是如今兰儿进了宫 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一个母亲 为了她的孩子 她可以付出一切 骆河姐姐 我该再见阿楚一面吗 太子 你是什么意思 真的看上那个楚桥了 你觉得呢 不应该呀 您平时都喜欢风胸肥臀 身段好的 而那个楚桥 浑身上下没二两肉 瘦得跟骨头一样 您会喜欢它 有你说的那么差 何止啊 我感觉打个喷铁都能把它吹走 我觉得挺好的 真不错 太子 长公主来的信 萧玉给我写信 走吧 太子 咱们去哪儿啊 去见见我的好姐姐 弟弟 黄姐 什么时候来的长安 我也是刚到不久 前一阵听父皇说 你身体不太好 还以为你去崖山静修呢 没想到在这儿见面了 是啊 反正对我来说哪儿都一样 反正都得做事 倒是你 这一路老苦奔波 辛苦了 比不上姐姐经营密府辛苦 姐姐这次来长安所为何事啊 一些杂事不要紧的 你呢 出访得怎么样 可有了什么收获 这大魏的民风 怎么能与我们大梁相比呢 个个粗俗不堪 难以入谋 这大魏呀 与我大梁不同 慢慢看就是 不急 好 那等有不明白的 我必向姐姐讨教 太子 长公主在这儿 不会有什么事吧 这个女人心狠手辣 一肚子坏水 她在这儿 能有什么好事啊 不过 她和本太子的目标 倒很有可能是一致的 太子 我怎么觉得 你是在骂你自己呀 吩咐下去 让大家都小心谨慎点 长安城是她的地盘 如今我在这儿了 她要是不对我做点什么 那她都对不起她自己 诺 不过咱们住在皇宫里 她应该不敢轻举妄动 话不能这么说啊 我们好不容易逃离了建康 没有父皇的管束 要是不教训她一下 本太子不是白来一趟 那是她的 太子 咱们到底是躲呢 还是打 你猜 打 尊主 太子殿下真是来出访的 三年之期就快到了 燕循死了也罢了 若是活着逃出长安 大魏和燕北之间必有一战 这么容易的事情 我能看出来 萧策她能看不出来 不管是我 还是她 只要能够促成此事 必得父皇的赞许嘉奖 很久以前 她不就一直想把密符 给拿到手里吗 怎么可能错过 这个大好机会呢 太子殿下 也想跟燕循结盟 差不多吧 那为什么 要对一个叫楚桥的婢女下手 都知道 这个楚桥是燕循手下的人 今日此举 是将楚桥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 等于断了燕循一臂 她就不怕跟燕循结仇 想必 她一定还留着后招 你现在安排下去 让他们随时等候 等我的命令 尊主是要 既然来了 那我就和她好好比划比划 如果这次能够顺利地铲除削策 那么哥哥就有机会登上太子之位了 那就太完美了 皇上 昨日大殿上那个楚桥 是什么样的来历啊 他是燕循的家奴 这次是秦桥暴露 早年间 是宇文府里出来的 昨天 你在殿上替她说话 怎么 你对她感兴趣 只是觉得 一个女子 能在军队之中任职 很了不起 而且那个大梁太子 为人轻浮 行为放荡 一看就不是真的喜欢楚桥 我看她呀 明显就是来捣乱的 管她怎么想 不过这个女子的确是不错 只可惜 对燕循忠心耿耿 不然的话 让她进宫来 给你当个侍卫 也不枉你帮她一回 臣妾可用不着别人保护 臣妾 这边有皇上的疼爱就足够了 对了 大梁太子的和亲人选 皇上心中有数了吗 这皇室里 是灵的公主 只有淳儿一个了 可是那个大梁太子 为人那么轻浮 皇上舍得把淳公主 嫁给他呀 梁王啊 只有这两个儿子 另一个出身低微 体弱多病 这肖册呀 就变成了梁王的掌中宝 六岁就册封了太子 身份尊贵 虽说有一些风流吧 还也不是什么大毛病 这楚儿嫁过去之后呢 就成了太子妃了 他日 萧策登基 他就是一国之母 也不算 辱没了他 皇上说得是 是 鸡禀公主 听皇上跟兰淑仪说 真的要把您 许配给大梁太子 什么 你可听清楚了 听仔细了 父皇真的 真的要把我嫁给那个 萧策那个色魔 是这样说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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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三年之期就要到了 按照先前的承诺 燕巡就要回燕北了 这两年 燕巡的确是小心翼翼 恭恭敬敬 但是皇上 会咬人的狗不叫 越是这样 企图心就越大 倘若放虎归山 必将后患无穷 他毕竟是燕巡城的儿子 可是朕 已经赦免了他 天下的臣民都看着朕 而且大梁太子也在 难道你让朕 作为一个不信不义的人吗 要他死的方法有千百种 刺杀 偷毒 总之 不能让他活着 离开长安 这种事情你和魏光干得还少吗 结果呢 臣这都是为皇上非忧啊 问题是 现在就算是他意外地死了 别人也会认为是朕杀了他 舆论悠悠不得不顾 朕不想做一个 出尔反尔的皇帝 要不找个理由 定他的罪 理由 这几年他小心谨慎 要是找个罪名定他的罪 何必要等到今日啊 那就要设个局 让天下都知道 皇上已经彻底原谅他了 想要放他北去 然后 再设法 除掉他 局 皇上 纯公主来了 没看见朕正在商议国事吗 让他回去吧 公主说 他今天必须要见到皇上 不然 他就跪在殿外不走了 倒什么乱哪 让他进来吧 诺 臣先告退 不用 朕一会儿还有事情和你商议 谢皇上 儿臣参见父皇 你怎么了 父皇 儿臣不愿意嫁给大梁太子 你这是从哪儿听来的 别在这儿闹了 回去吧 父皇 如果您从来没有这样的打算 儿臣在此谢过父皇 可如果父皇 您真的有这种想法 那今天承儿也要告诉您 我是绝对绝对不会嫁给大梁太子的 不管是他 还是其他任何人我都不会嫁 这辈子除了烟熏哥哥 而是任何人都不嫁 你不能嫁给大梁太子 那么你还要给大梁太子 在这里 我都不嫁给大梁太子 你不能嫁给大梁太子 你不能嫁给大梁太子 认为我 我证明还不得了 我和余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 今日小心一事 提防刺客 以防魏帝狗急跳墙 可是属下觉得 以魏帝的为人 最近他很有可能会向世子示好 取信于世人 然后让大家觉得 他已经对世子卸下了杀心 在出其不义地动手 好撇清自己 对我示好 他唯一能取信天下藏生的方法 就是放我回燕北 这正是他最不会做的 世子 世子 宫里来人了 说皇上召您入宫 老公 危臣燕巡参见皇上 孟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起来吧 谢皇上 严寻 这几年你最近好吗 托皇上的福 一切安好 你这几年闭门读书 身居简出 性子倒的确是沉稳了 不错 你将来是要替朕镇守一方的人 成熟稳重 才是大将之风 谢皇上 你今年 应该有二十二岁了吧 二十三 是到了成婚的年纪了 有心仪的女子吗 还没有 臣功不成 名不就 不敢考虑终身大事 有道是成家立业 先要成家 后才立业 你的父母不在了 朕就是你的长辈 你的婚事 你不考虑 朕不能不管 皇上 我 对了 现在有一个现成的人选 你和淳儿一起长大青梅竹马 是天生的一对 淳儿虽然性子有些不好 但是呢 本性善良知书达理 他要嫁给谁啊 朕都不放心 你呢 是朕看着长大的 把他托付给你 朕才安心哪 是 朕就要是看着长大青梅竟然 这相争的 家裔 你跟她走得很近 莫非是为了她 才拒绝朕的女儿吗 这个妖女 不但蛊惑大梁太子 还敢抢朕的成龙快婿 真是招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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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叔姨要见我 是的 楚教头 您还是随咱家进宫吧 蓝娘娘还等着您呢 好 请 皇上息怒 绝无此事 当年臣父犯下不赦之罪 连累佳人 臣一夜之间失去了一切 是皇上慈悲 臣才得以苟祸 这三年以来 臣一直对父亲是心灰意冷 终日郁郁寡欢 使他 一直陪在臣的身边 鼓励臣振作起来 他对于臣而言 不仅仅是一个婢女 更像是臣的家人 而男女私情 从未有过 是 父皇 没有您说的那回事 您别瞎猜了 我和燕巡哥哥 早就死定终身了 那他为什么 拒绝和你成亲啊 他 因为他就是客气客气 不好意思 是吧 燕巡哥哥 原来如此 好 这事就这么定了 择日成婚 臣谢助龙恩 你就是楚桥 大殿上看不清楚 抬起头来 让本宫好好看看你 楚桥 你娘来不了了 你赶紧去京家 我们现在已经被包围了 你必须听姐姐的才能活命 知道吗 你答应我 一会儿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不能出来 知道吗 把这小美妞给我送红帐去 做奴妓 好好犒劳咱们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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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你们放开 放开 快点 哦 冯宫看你很是亲切 好像我曾经的一个故人 人有相似 怕是娘娘 看错了吧 你知道洛河吗 不知道 本宫就喜欢听这些江湖故事 洛河是一名女子 气质却不输男子 锦国枭雄 令人神亡 本宫知道 你也是一个才艺惊人的女子 并觉得你们很相似 多谢娘娘快讲 你是哪里的人 荆州城 荆家的孩子 既然是荆家的孩子 那为什么又姓楚呢 因为 我是后来被荆家收养的孩子 至于为什么姓楚 我失去了记忆 以前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 只是后来跟了燕巡世子 便想抛弃过去 重新开始 你的武功是谁教的 说起我的武功 宇文府的宇文岳公子 算是我的师父 你这个小姑娘啊 真是与众不同 本宫看你很是亲切 以后要常来宫中走动 陪本宫说说话 来 起来吧 多谢娘娘 多谢娘娘 阿楚 阿楚 你怎么进宫来了 蓝淑仪叫我进宫的 蓝淑仪 你认识她吗 不认识 你退下吧 诺 阿楚 上次蓝淑仪听你说话 我就觉得奇怪 她这个人心机很深 而且非常地冷淡 才三年 就成为了父皇身边 最得宠的妃子 还生下了皇子 我悄悄和你说 据说她是宇文怀的人 是宇文家 在府外的庶出女儿 但没有上过族谱 宇文怀的人 宇文怀恨你入骨 她的人怎么可能帮你呀 阿楚 阿楚 你是要出宫吗 我送你 不用了 反正我也没事 就送你吧 阿楚 在郡中没人欺负你吧 没有 有人欺负你的话 去跟我说 不能自己一个人强忍着 我去给你出头 你那么厉害啊 那当然了 哥 楚乔 你怎么在这儿呢 回公主的话 是兰淑仪召楚乔进宫的 川儿 父皇召燕巡进宫 是又有什么事吗 哥哥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今日 父皇给燕巡哥哥赐婚了 赐婚 和谁啊 你猜 看你这个反应 不会是你吧 就是我 十日之后 我就要跟燕巡哥哥大婚了 十日 你要不要这么着急啊 因为燕巡哥哥 马上就要回燕北了 父皇想让我们两个 在燕巡哥哥回燕北之前完婚 哥哥 我马上就要去燕北了 你以后就见不到我了 你会不会舍不得呀 你又不是一辈子都不回来了啊 再说了 我可以去燕北看你啊 也对 我听燕巡哥哥说 燕北特别美 天高云阔 青草万里 等你来燕北的时候 我好好抓到你哦 还没去呢 就把自己当那儿的主人了 行 哥哥先谢谢你了 对了楚乔 婚期将至 时间太紧张了 我有好多事情还没有做呢 你在燕巡哥哥身边 待了这么多年 你一定很了解他 他喜欢什么 讨厌什么 你都一一告诉本公主 要不然这样 我去跟七哥说一声 这几日让你来宫里 帮我准备大婚的事情 这些事情阿楚不懂 他做不来 怎么做不来了 都是女儿家 再说了 楚乔这么能干 一定可以做好的 楚儿 你的宫里有那么多的女嬷嬷 你要阿楚干什么呀 这样 我把我宫里的人 也全都给你 行吧 不是 你呀 好好地陪你燕巡哥哥 聊聊天去 我们两个就不打扰了 世子 公主 楚乔先告退了 走了 阿楚 你要是心里特别难受 想哭就哭吧 我哭什么呀 是 燕巡要成亲了 你心里能不难过吗 他早晚都要成亲 只是在这个时候 我有点惊讶 你不是喜欢他吗 他是世子 我只是个庶民 我们之间没关系 那这么说你不喜欢他 不过 不过 你对他 可能没有男女之情 可他喜欢你是真的 你看他刚才那个样 都快把床儿给吃了 也就是我这个妹妹傻 看不清楚状况 非要嫁给他 不过 话说回来 你不喜欢他 你为什么要留在他身边 一直照顾他 辅佐他 这也说不过去 因为 因为我们 是同一种人 算了 跟你说了你也不明白 故弄玄虚 不过 你不喜欢他 那我岂不是就有机会了 阿楚 那你喜欢我吗 怎么 你喜欢我 那你跟我说说 喜欢一个人 是什么感觉啊 这喜欢 这喜欢 喜欢就是我看见你 就 就是我看见他的时候吧 心 心里 心跳就会加速 脸就会红 想跟他说话呢 又不知道说什么 他会开心 然后 看不见他的时候 就会特别特别想他 想到饭也吃不下 觉也睡不着 连做梦都会想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我怎么觉得你说的 像生了重病啊 真的啊 就像生病了一样 我 觉得这个就是 相思病 我一猜你叫我跑 我不让你跑 你先告诉我答案 你先放开我 我不放 你放开我 又生气 你别老生气嘛 每一次都这样 每一次都这样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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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阿京又来了 眼光真差 也不知道看上你哪儿了 本姑娘都美成这样了 随便哪儿都足够她神魂鞭的 她现在可是世子身边的红人 你看她手里那个 是送你的礼物吧 我觉得这阿京不错 你喜欢她吧 她看起来又丑又幼稚 鬼才喜欢她的 永远不要嘲笑一个爱你的男人 如果有一天她不爱你了 她比你爹都成熟 不得了啊 思萱 你最近说话怎么一套一套的 她走啦 你礼物不送啦 看来她还没闪到家 想通了 像你这种女人有什么好的 你就嫉妒吧 鬼才嫉妒你呢 什么 皇上已经赐婚了 什么 皇上已经赐婚了 是的 马上就要下旨了 不过时间比较急 礼部的官员们已经开始准备了 皇上怎么可以让公主嫁给殷巡呢 殷巡全家都已经死在皇上手里了 她又在九游台 亲眼看见自己的母亲壮顶而死 这么大的仇恨 怎么可能是一场连殷就能结束的呢 要是公主嫁给殷巡的话 那还有什么幸福可言呢 魏公子 不行 不能同意 我要去找皇上 不能同意 魏公子 你别说话了 你放开我 你要让公主害你一辈子吗 奴婢只是一个小婢女 什么都不懂 但是奴婢自小就跟着公主 奴婢知道公主从小就喜欢殷巡世子 她想嫁给殷巡世子 那是她最大的心愿 如今眼看这个心愿马上就要实现了 魏公子 你是想做那个打碎公主心愿的人是吗 可是 可是她不喜欢公主啊 你怎么就那么肯定 就算是你说的那样 公主她也会嫁过去的 不 不行 就算她恨我也好 打我也好 骂我也好 怨我也好 我却不能眼睁睁看见她 往火壳里跳 我必须要出面阻止她 你阻止得了吗 魏公子 魏光大人已经去世了 魏家已经不比从前了 更何况 连贵妃娘娘都没法子的事 魏公子 你觉得你能有什么法子吗 魏公子 我知道你对公主很好 但是奴婢也希望你对自己好一点 如果你真的那样做的话 我怕以后 你连跟公主说话的机会动你 这已经不重要了 哪怕穿越她以后不理我 那也没关系 只要她过得幸福 过得开心 过得快乐就好了 哪怕我为她而死 我也心甘情愿 魏公子 你说的这些话 你害怕发生的事 公主她心里都明白 但是公主她还是想试一试 毕竟那么多年的情分 不是说断就能断的 万一燕巡世子 她能放下一切接受公主呢 你由我来讲 你为什么没有冲放 我谁说你 我送她 你从头对东西 不是说我 有飞龙 你很不客气 是有飞龙的 你不是说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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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